眼看警察到場 長髮男跟他父親臉色大變 而他們就是遭人埋伏 毆打的網霸父子黨 就會在西門町被抓包 涉嫌找人做偽證 怎麼做偽證吧 怎麼做偽證 我找被害人啊 被害人 你找我的客人幹嘛 一個一個客人找 全盤否認指控 網霸父子立馬扳起臉孔 拿起手機錄影 但五分鐘前 他們是這樣子 這句話是被害人 你又被害人 等一下 這個是要做什麼的 這是你自己的提告 我 我對他提告 桌上擺滿文件 都是薛男喜好的訴狀 要對方去告 將信賣家 就是我對這XX提告的 涉嫌妨礙名譽 然後詐欺未遂 妨礙自由 這不是偽造文書嗎 哪裡偽造 這不是偽造嗎 還是要做偽證 眼看對方有戒心 不太願意配合心送 網霸薛男立刻秀出真面目 這個勝算大概四成半而已 你告贏了你就趕快跟我講 不危險你跟我講我幫你寫 這個大概十幾萬二十萬 你就讀說你以前跟他交易過 你上網就看到那些東西 你如果這個有興趣 我教你怎麼講 擺明教對方做偽證 被當場踢爆還否認 但被害人早就錄音關鍵電話 賴都賴不掉 就是這個官司如果贏了會有錢 我講白一點 我如果打贏了 他贏了然後呢 分你一半 就這樣 一直想要去騙取說 我拿錢買證人 作偽證這樣子的事情 照控薛男否認作偽證 純粹義務幫忙 反控對方設局 一切都將交給法院裁決 記得許一捧 周觀展台北報導